日前,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路易斯在参加华府智库活动时鼓吹,乌克兰对于俄罗斯军队的抵御反击向台湾证明,拥有先进的不对称武器,以及抵抗更强大邻国入侵的决心,可以是成功制胜的组合。 据彭博社报道,路易斯在讨论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时,将话题转向台湾。 他声称,从俄乌冲突中可汲取到的教训,就是不对称武器行得通。 路易斯表示,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便携式反坦克导弹标枪和便携式防空导弹毒刺,被认为是不对称武器,因为它们可以帮较小规模部队抵御较强大的对手。 路易斯透露,美国官员长期以来一直在研究台湾应该如何为可能发生的大陆攻台做准备。 他说,防御人数更多的敌方攻击需要的不仅仅是先进武器,还需要有受过训练,有意愿,并且有能力作战的人民。 拜登政府认为,台湾应该优先购买更灵活、便宜和更能有效对抗解放军两栖登陆行动的不对称战力。 但部分台专家认为,不对称武器只能在敌人攻击后发挥作用,若要事先嚇阻敌方发动攻击,仍需要战机、战舰等常规武器提供强大嚇阻力。 党内多个民调显示,阿富汗和乌克兰事件使越来越多台湾人逐渐看清美国真面目,高达六成受访民众,不相信美国会协访台湾。 台军退录军中将率化民指出,所谓的不对称作战就是把老百姓困在里面当人质,消耗敌人,达到最后一兵一卒,达到达成美国的目标。 当地时间7月9号,王毅在巴厘岛出席20国集团外长会后,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举行会晤。 王毅当时就台湾问题全面阐述中方严正立场,要求美方必须谨言慎行,务必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信号,务必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领土主权的坚定决心,务必不要犯葬送台海和平的颠覆性错误。 王毅7月14号采访时表示,中美两个大国有必要坐下来坦诚地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同时要意识到中美对这个世界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中方向美方传递的最核心的信息,就是美方应该把美国总统拜登所做出的承诺真正地落到实处。 王毅强调说,拜登多次做出的四不一无一承诺,不能够说一套做一套,尤其是不能在台湾问题上踩踏中国的红线,破坏中国在维护主权安全利益上所做的努力。 这方面,中方非常明确地向美方发出了警告。